那我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它是不是跟脸书 那个社交行为很像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去稍微理解 这个像我准备介绍这个工具 它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都可以帮我们分析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给你看 例如说Power BI Desktop 第一件事我是不是打开Power BI 我这边会慢慢的教 因为我会希望你要学会是分析 因为网站坦白说 等一下我们特别要求你知道网站要分析什么 接下来还是在强调分析这件事 首先你看取得资料 就是这一个网站 第一件事情你要分析什么 当然第一件事是不是要先取得资料 更多 更多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在线上服务好了 线上服务有没有看到GA 有哦 那你会不会关心一下那个脸书 举例来说好了 你关不关心你的另外一半 谁最频繁来按赞 你们想不想学 不是啊 脸书 我们看网站是不是在看那个点击率 对不对 请问你脸书你留下证据是不是按那个赞 对吧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最近三个月哦 最近三个月谁频繁来按赞 然后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外遇的情形 你不要小看哦 这ICBC那个刑事见识科 他们必修这些课程呢 而且他们不是只要修脸书 还包含那个推特 全部都推特是那个 加粉丝吧 或者IG 全部都必须要去去探 就是说谁来点这个赞 好 这个是都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我们GA调查完毕 我们就教你那个脸书 然后未来你不能说 我只学会了一个 社交工具 好 都可以学 可是这边就是没有LI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很可惜 很可惜 因为我们台湾地区 因为这套Power BI是美国开发的 是美国开发的 美国不流行LINE 大陆也不流行LINE 对不对 LINE的使用族群其实很少 真的很少 所以我只是建议各位 只是建议各位说 这边真的 真的未来可能会有LINE吧 但是目前社交软件这么多里面 只有看到GA 还有看到脸书 所以我们到时候 你会玩这一个 会玩这个 我觉得也OK了啦 其他的你可能都还用不到 好了 我先连我的给你看 例如说 这个Google翻新 然后连接 现在你可能也不用连 你看哦 深入了解GA 连接器使用的服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 例如说 那个我的指导教授 他就一定会点他 然后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在 就是转贴到 他就是要花时间来去看完 好 因为他会觉得说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大家不注意 但是他必须要注意 然后再把里面重点讲出来 OK 点选继续 连线到第三方 请问为什么第三方 GA为什么是Power BI的第三方 因为这是微软公司嘛 对不对 我是使用者两方了 那GA是不是Google公司的一个分析工具 第三方 好 然后接下来 他说我还没有登录 所以点选登录 等一下你们都要做这些事哦 如何在Power BI里面登录GA 因为你在GA里面看到是昨天以前的资料 可是我现在直接登录进去 是看到即时 刚刚都已经产生出来的资料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电子邮件 继续 然后密码 继续 所以要请各位理解哦 我没办法给你 我没办法提供给你我的账号跟密码 你自己的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点选允许 其实等于说 等于说 我现在就把资料哦 我那个网站的分析 所有的相关资料 除了本来就给Google公司记录 现在也双手奉送给微软公司了 你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吗 听得懂吗 为什么我们台湾 那个 那个中央单位 就是例如说资讯 我们不能自己来做这些 这些东西呢 自己来做一个类似脸书的社群 或者是GA的网站分析 对不对 这样资料全部都给别国了 别的国家的人了 好 然后他说我目前已经登录了 然后点选连接 连接之后呢 有看到这两个 这个teacher点上 二 这是我的Gmail那个账号 所以点选它 这边不是有三个 我开的网站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做的那个叫 孙老师电脑教室 刚刚做的 然后所有的资料里面 是不是有一堆 其中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用这个来做讲解 好不好 应该是这一个来做讲解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所有的网站 所有的网站里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session session就是点击 session就是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 然后接下来点它 然后 比如说 就是总共这两个多月 有多少人去点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会希望时间 时间 我就把日期放在这边 好 点选 再入 这样我就把那个网络的资料 叫进来了 可以吗 这就是POW BI跟GA结合的方式 那相对的 POW BI是不是可以跟脸书结合 一样 在POW BI里面 登录第三方 那个脸书 账号密码 那些资料就全部 都放在网络上去抓下来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就简单 简单的 画一张图 例如说 日期 然后点击率 那当然 我到时候就要开始 慢慢教你这些事情了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以什么单位来去看 例如说 好像第四季 2017年第四季的点击率 是比较高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2017第四季 11月 12月 好 那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这边是 以每一天来去呈现 这天是不是很高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是 我要到时候 跟你们分享 就是做出来的图 就很像 你在聚业里面 看到那些图的样子 可以吗 而且你要自己去 做比较分析 例如说 我要这一周跟哪一周 来去做比较分析 自己来去控制 好 这边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呢 我刚刚做了什么动作 我只是希望说 你先登入 你先登入 好 怎么登入 第一件事情 打开POW BI 我想打开POW BI 应该现在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之前POW BI不是很稳定 现在应该都蛮稳定 然后取得资料 在更多里面 你可以选全部 全部拉到最下面 一定会看到那个GN 或者是线上服务 然后这边你去找 应该会找到那个GA 然后连接 我曾经连接过 直接点继续 否则你要先登入那个GA 就是Gmail账号 然后接下来你去选 选什么 选自己这个网站 这边我们通通都要 大概跟你分享一下 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们都是用英文为主的 所以请点 例如说时间里面的Date 它就按照日期来去呈现 然后接下来还有Session Session里面的It's 然后点选再入 好 就请你们暂时先 让这个Power BI跟GA结合在一起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